好痛苦喔 我不想看到你 可惜啦 你沒東西吃了嗎? 可惡 你沒東西吃我可以 我可以吃 這是好誇張的 這個是海膽嘛 然後鮭魚卵 蒸集色烏龍麵 你還沒放回去耶 哇塞 我們用北海道的倒點烏龍麵 你暫期還要好吃 哇塞 沒有喔 這只是蛋包飯的飯 哇塞 後來等一下蛋還會再有 這松露味道好濃喔 好扯 集色蛋包飯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呢要來拍攝一個 特別企劃 相信大部分的人呢 應該都知道 酒妹和Seven出聯名商品啦 一次推出7種 從主食到青食到甜點 甚至是飲料 推出了一系列的產品 老實說 看到男朋友的頭像 被印在Seven的商品裡 這真的是一個很難得 也很特別的體驗啦 那既然男朋友已經達成 這麼厲害的成就了 身為女朋友的我們 肯定是要支持一下的吧 所以我們這次的特別企劃 就是在接下來的一個禮拜裡面 每天都吃他的聯名商品 不知道會不會一個禮拜過後 我就再也不想要見到我的男朋友 好啦那我們現在就話不多說 等等吃飯時間的時候呢 我們就去買他的商品吧 現在已經差不多晚上7點半左右了 我們來去看看 仇上還剩哪些東西 哇 飯餐全部都沒了 主食的部分是一個蛋包飯 啊 有有有飲料 他真的放很多排耶 哇 終於到家了 超飢餓 這個醬都快滿出來了 超誇張 難怪買到缺貨 這是我們一週企劃的第一餐 在這裡立個Flag 相信一週之後 我台車非常喜歡吃這些料理 出光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第一餐 完食 目前呢還沒有到吃飯時間 不過想說 在工作之前有個小空檔 先到附近的Seven去Gank一下 嗨男朋友 怎麼到處都是 目前的話奢華還有幾顆 然後平價的 賣光了 全部到啦 自己真的覺得奢華的海鮮丼超好吃的 稍微加貴了一點 名字也剩一個 感覺旁邊應該本來都是 今天一整天都還沒有吃 好想要把男朋友買回家吃喔 我剛剛開完實況真的超餓的 所以呢我就直接 用這個造型開始吃 那因為前兩天呢 我有拍他業配的圖文嘛 所以呢我有買很多他的食品 我剛剛呢就直接從家裡面拿了 烏龍麵 還有這個 吃完海鮮丼 開吃 目前這是第二天的第二餐了 那剛剛在實況當中呢 已經有吃他的三明治 嗨男朋友 這個沒辦法吃啊 等我買他的御飯糰再吃他的 喔好燙好燙 這個肉很厚啊 而且你看 他後面還有耶 好吃耶 真的好好吃喔 不會吃你嗎 我們就看看一周之後 會不會你啊 目前吃到現在還沒有感覺到 有膩的感覺 吃起來呢都還是覺得很好吃 吃男友的時間又到了 欸這一版有比較好吃了啦 只不過是不是我對他 太有愛了 給大家看一下 不捨得把它撕破 所以像是一整片都撕下來了 我一定要給大家看一下 登登登登登登 乾貝 而且我跟你們說 這個呢 是我自己去超商買的 不能是我那麼幸運 每次都吃到這麼大塊的乾貝吧 真的是很不會吃播耶 我每次吃播都把它弄得好醜喔 那因為他剛剛掉的到處都是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呢 變成 咖哩烏龍麵炒飯 好啦吃完了 我要趕快去洗澡 然後把這件衣服還有假髮換下來了 現在是228連假 然後我們呢來到了花蓮 玩四天 結果呢 這四天我都要吃 啊 啊 哈哈 自己要挑戰 花蓮那麼多好吃的 好啦 那我剛剛有看過 那我們就先去買吧 我們又要來找男朋友啦 欸 只剩一個耶 自己的聯名商品自己喝 呵呵呵 請我的男朋友 喝男朋友的聯名商品 哇好爽喔 啊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第一餐 啊 不太對吧 欸 這是我們今天的第一餐 啊這個是什麼呢 是 剛剛剛剛畫面有看到 飯糰只剩一顆 喔 我其實也是很想吃飯的 就讓給另一半 很貼心耶 我男朋友怎麼這麼貼心 就我就免為其他人 再點了激光蝦相機 哈哈哈哈哈哈 好想吃喔 好想吃 再面去 剛剛發生了一點小意外 所以你叫了一個抹茶拿鐵 兩個三明治一個大福 但是那間店三明治只剩一個 剩一個 沒關係 那就免為其難都給你吃了 哈哈哈哈 不行 竟然只剩一個三明治 代表賣得不錯啦 因為新聞都一直抱我自銷啊 我今天還看到訂幾十個烏龍麵的 沒人要的酒妹 真的是看到心情會受一些影響 加油 還有好多天喔 還有幾天 四天 還有四天 好痛苦喔 啊 我不想看到你 太早就不想看到我 希望我一個禮拜後還是愛你的 阿蕙 欸 嘿 嘿 喔 要吃完喔 嘿嘿嘿 嘿嘿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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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說我一口吃掉了喔 然後下去就說 如果月亮的話見喔 太熱了吧 太熱了吧 這是天假的第二天 嘿 就到了中午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吃第一餐啦 終於可以吃到平價了 然後三明治剩一個而已 那因為才中午的關係 吃量不大 我們就吃個飯糰 對 開吃囉 其實好像沒有那麼容易吃到 對 有啦這樣子的話 剩一半 哇塞 哈哈 那我在想說 可以把它做什麼樣的改良 回去做地獄料理 地獄料理你吃喔 我沒有要吃喔 你外面吃 說不定我做出來很好吃喔 好啦現在就晚上了 我們還沒吃完開 然後我們今天在出去玩的時候 想到說我們可以 去清新 來一杯珍珠 加在抹茶拿鐵裡 珍珠抹茶 再不做一點變化 你看看這裡 我要開始厭世了 加了珍珠之後 就再甜一點 適合我這種不能吃苦的人 因為晚餐 是吃布朗麵 你看看麵 吃光光的 你看像我這麼善良的天使女友 就是要把裡面最好吃的肉 留給你 欸不是你都吃掉我OK啊 是不想吃 是在那邊講什麼啊 沒有就是 像DK又被發文 呃這個 九面的黏米 黏米我都不吃 哪有 黏米我都不吃 黏米我都不吃 嘿嘿嘿 我們要給人合理吃完 晚安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 長德銀牧場 然後呢 欸 到了Open小將 沒想到這裡有7 那我們去看一下裡面有沒有吃 哇好像沒有 這邊沒有賣你的商品 可惜啦 你沒東西吃 可惡 你沒東西吃我可以 我可以吃 我可以吃 一開始有點 太想看到這個商品了 所以呢 我們剛剛去玩沙灘車 那在那邊的7000沒有商品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到這個大雨街 感覺這是花蓮的鬧區啦 然後聽說這間店不得了 聽說跟我們這個花蓮友人 有很重大的相關就是我們的揭秘 嘿 嘿 好啦那傑米我們這間店是老闆娘的店 對 要介紹一下老闆娘出來 嗨 好久不見 聽說傑米要幫我們弄特別的抹茶拿鐵 對 你聽到我的心聲了 我已經吃了好幾天了 我告訴你 我等一下到我餐廳 我還在這邊抹乾 很多東西出來 瘋了吧 奢餅 現在把它倒進去重新打奶泡 它其實不會有奶泡 這是打好的 打好的 它的顆粒會比較小一點 第二個是加個牛奶 哇 看起來很精緻欸 喔 有車啦齁 有它變得很純 然後變得比較綿密一點 完全沒有苦感了 變得很好喝對不對 我奶感很重 變得很密的感覺 喝光 登登 我們來到傑米的餐廳了 很期待因為傑米說他要做 一個559元的飯糰給我們吃 哇塞太奢了吧 而且上面就我們這個扛棒超好笑 進去吧 走吧 這個是完整撕好的 這是準備要改造 交給傑米了 噢 三豚來了 真極色 我這樣看的話 它的那個邊邊這邊變寬了 喔 我們一樣從這邊撕 對 哇 又被撕了 這是什麼看得出來嗎 這是干貝 超蛋換生裡面 這是干貝 看來看來看來 喔 剛剛是先時期干貝 哇 這是紅花張 好扯 你是不是切完之後又用補料 沒有 我想說把它壓出來看好一點 後來又一壓就整個爆出來 這個是海膽嗎 然後鮭魚卵 這是號生魚 哇 裡面還有鹽昆布 那我要吃這個 欸 那 等一下 我吃這個嗎 急車飯堂 第一個餐點 吃光光 登登 蒸集色烏龍麵 蒸集色烏龍麵 你還沒放回去欸 哇塞 好天新喔 這雞腿肉 法國的薩索雞 炭下去烤一下 會有它的香味 這個咖哩也是我們做的 我們用了六種咖哩下去做的 這沒有包含日式的咖哩 跟南洋咖哩 跟印度的咖哩 那烏龍麵是什麼 我們用北海道的稻田烏龍麵 暫期還要好吃 這真的是連我剛出的做都覺得 喔 好吃 新燙喔 很烤 這個可以軟到就是燙熱還是很Q 咖哩好香喔 這雞肉好好吃 這雞肉超好吃 雞肉好好吃喔 雞肉沒有腥味 而且它吃起來很嫩 我跟你說一件事情 我為人買了一台窩波 這個是我全部弄好以後 我除了雞腿烤好 全部丟了很棒 所以這是微波出來的 這是微波的 微波可以微波成這樣 太扯了吧 沒有這只是蛋包飯的飯 哇 等一下蛋還會再有 還會再有 它這個加蛋會好吃嗎 太扯了啦 好了啦 半盒太多啦 蛋包飯不是要先炒過嗎 你要拿吃海膽去炒 海膽蛋下去炒飯阿 我們現在把它攪一攪 成本2000多塊的蛋包飯 來 先把你們證明一下 剛剛這一盒用了 哇 一整盒的海膽 這松露味道好濃喔 好扯 吉色蛋包飯 這也是番茄醬加海膽 去做成的醬 你就會把它攪一攪 嗯 這個海膽味很濃 但我覺得吃下去之後 海膽的味道其實不會很突出 它其實比較多的是 放人家那個甜口的味道 松露味道也超突出的 然後再來有歐姆蛋的味道 什麼都好 但是貴了點 但這不是你的缺點 這是我的缺點 太扯了太扯了 我們原意不將寵物爆出貨 大包啦 啵啵 現在已經差不多是晚上十點了 估計等一下就要睡了 所以在睡前 再來睡一日餐 這次可能是買的 就三明治 然後睡前不要吃太多 哇 今天就算最後一天了 我今天來跟TED一起拍片 然後我們看到 後面有很多整理師 在做整理家裡的東西 對 那既然難得來我們家做客 我肯定是要請你吃點美食的吧 今天讓你一致吃到爆 我已經吃到最後一天了 我今天看到他已經很不太開心 好評價給你吃 好 來者是客 算了 算了 最後一天拉著別人來給我吃 好啦那我們開吃飯 我現在已經來到晚上了 辛苦的整理師還在整理 然後呢我剛剛在哥綠寶聊天的時候發現 這種麵竟然可以搭配辣的關東煮 聽說很好吃 所以我們馬上呢就來吃吃看 那把烏龍麵放到關東煮麵之後呢 咖哩就會剩下來 所以我們又買了一個蟹肉 然後就把它丟進咖哩麵吃 畢竟呢應該也是今晚的 最後一餐呢 我們這一個禮拜的企劃呢 就要完成了 先把咖哩拿出來 感覺滿冒煙的 這麼多天終於吃到湯麵了 咖哩蟹肉棒 好吃耶 如果搭配蟹肉棒的話 稍微有一點點鹹 好啦那我們的情侶挑戰 一週都吃男友的聯名商品這個特別企劃呢 就差不多這裡剛剛有一段落了 來說一下心得吧 其實呢這七天來我沒有吃到21餐 因為我本身的食量就比較小 所以有時候一天可能吃兩餐 我覺得那一天的份量就很夠了 先說重點吧 還沒有到這個不想見男朋友的地步啦 只不過呢 確實是吃了那麼多餐之後呢 會開始有點想念 其他的美食 當你在拿它的時候 就看到自己的男朋友 就會 嗯 好啦 還是愛你啦 但是說到商品本身呢 其實我自己覺得沒有到很痛苦 主要是因為它有麵 有飯 然後有三明治 有飯糰 其實這四樣東西呢 都是很不一樣的品項 就不會說欸 可能都是飯 那我可能就要吃七天的飯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我就會超級崩潰的 我很好 跟男朋友吵 那當然裡面最印象深刻的呢 就是在花蓮的時候呢 去找揭秘 吃了一個超級奢華的套餐 這個才是 真 極奢料理 那我自己的想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然它是我男朋友啦 所以可能講的話大家也比較 覺得沒有那麼公正 只不過呢還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好不好吃當然還是看個人的口味啦 那我自己可能跟它的口味比較像 可能我們都是南部口味 所以我覺得甜這件事情是很能夠接受的 我相信大家如果是提出一些口味上的建議 未來都還會再做改善啦 所以畢竟是第一波嘛 也希望大家可以給一些改善的空間啦 那這個價錢的部分 大家有說他們的價格稍微比較貴一點點 其實呢有一個辦法 可以讓價格變得比較便宜一點 就是呢 只要你去下載 Seven的這個 OpenPoint 有個APP 它這邊就會有點數兌換 在裡面很多的商品都可以獲得一些不同的折扣 像是這個奢華飯糰 還有烏龍麵 跟蛋包飯 就只要有一點呢 去做兌換的話呢 它都可以便宜十塊 小資族也是比較可以吃得起的價格 這是一個小Payboard啦 也就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還沒有嘗鮮 想要來試試看 又或者是其中有幾個商品你比較喜歡 你可以用兌換點數的方式 多吃幾個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吧 掰掰 終於可以吃炸雞了 有 我想要吃炸雞 我想要吃炸雞 冰淇淋 還有 壽司 還有還有 好多喔 再次一次 我來買些 別人 也要吃炸雞 我就可以吃炸雞 拿來 頂多 一杯 那 很多